应该说这份台独名单针对性极强 我们注意到这批台独分子清单当中列举出来的这几个名字 其实都跟当前这样一个阶段里边 台海风险的升高密切相关 就是说这批被点名的台独分子 要么就是民进党当局以美矛独的骨干力量 要么就是加强跟美方之间交流互动沟通勾结 尤其是在推动佩洛西参访台湾的过程当中 起着推波助澜重要作用的一些台独分子 还有几位台独名单里边列出来的名字 就是他们作为主要负责人的相关机构 一直在两岸关系当中发挥着极其恶劣的作用 尤其是有些机构打着民主自由这样的一些旗号 其实一直在通过披着这样的一种外衣在搞毛毒的活动 尤其是还其中还有一些这个名字 非常清楚 就是他们一直通过这个媒体的方式 通过其他各种的方式 恶毒的攻击大陆 不断的挑唆两岸之间的民意对抗 不断的使得两岸之间民意对抗的层级升级 所以说这些台独分子如果在这个时期不点名 不震慑不制裁 那么就会引起后续的一些消小群体效仿 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有着非常明确的震慑作用 会使得他们在很多的这个领域里边望而却步 那么这样的一种做法呢 尤其是终身追责等等这样的一些做法 其实会使他们考虑到无论是他的这个利益 还是其他方面都会遭受到这个相关方面精准的这个打击 所以说在这个制裁之下呀 应该说还会发挥出来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作用 感谢观看